大家好,又來介紹這次的大獎得古拉跟二獎約飛 這邊先來介紹二獎約飛的部分 技能可以解除暴風凍結 然後點選法真上兩次 會把第一次點的變成第二次點選的符石 以及全隊1.5,妖精成員額外1.5 首批削30顆以上,他的CD會檢視 技能如字面上這樣子,但是他比較特別的是 他有一個被動跟新地獄級 賽維亞拉同時出場當作隊員也可以 最左方的約飛跟賽維亞拉,生命機子會直接給到三倍 三倍真的是非常的誇張 然後攻擊力1.5,以及賽維亞拉的CD會-2 這邊也順便提一下,這張新地獄級賽維亞拉 CD8配合剛剛-CD就變成CD6 他可以作為水屬訓跟妖精隊的解鎖,可以防制爆 雖然自身會進入三回合的疲憊 但是三回合內,妖精攻擊力兩倍 受到敵人反擊傷害會直接減少百分之百 其實大獎的約飛技能跟賽維亞拉技能看起來都不錯 然後再配合他們同時出場,直接給到三倍的血量 我覺得對於以妖精這個種族來說 以後又有兩個非常強勢的隊員選擇 然後再來這次約飛比較特別的是 二獎他也可以當作隊長 首先在全妖精的狀況之下,血量大約是6-7萬 我這隊6萬是幾乎沒有突破的 然後我只是把一隻約飛換成這個水地獄級 受到這三倍的加持 直接血量來到了10萬大關 其實這一個不只作為他自己 之後未來對於妖精隊員來說 這個撐血應該是蠻誇張的 然後首先一進場就會有一個 必須是妖精成員的隊員底下就會自動轉成這個 他屬性的符石 只是這個沒有強化珠 但是你只要有消到角色符石 下一回合這個版面又會出來 而且還會變成強化符石 他還有一個隊伍技能 你消到6combo的時候 會額外加3combo 以及全隊3倍 這個全隊3倍其實也差蠻多的 所以最好是轉6combo吃到這個3倍 以及這一個版面剛好可以6combo全吃 然後另外值得要注意的是 如果你不是妖精成員 是可以帶的 但是他就不會有這個直排的轉化效果 以及他吃不到倍率 然後最重要的是 這一隊在全部都是妖精的情況之下 才有一個 下一次所受到的傷害不會使你死亡 就是更新的效果 然後如果你不想要組全妖精的話 這個就沒了 再來要介紹這次的大獎德谷啦 首先他是全肩拳 新豬也有傷害豬 但重點 他每一回合都會回50%的回血 配合他雙隊長4.84倍的被血 可是魔族跟妖精雖然血不多 組完大概還是會有6-7-8萬的血量 然後重點來了 如果你沒有手P消除新豬 會有80%的減傷 而消到新豬會有全隊5倍攻 所以新豬算是蠻重要的 然後這一個死血 配合這個減傷 甚至 這一個每回合都回50% 可以說是德谷啦在生存有一定的保障 然後再來看一下隊長技 他是軟限制 帶魔族跟妖精比較好有被血 但他可以放一些 像克魂其實我覺得就還不錯 因為有一些隊長要削種族服食 有一些隊長要削角色服食 克魂可能會撞到 但是德谷啦他完全不衝突 但主要是想說德谷啦不見得一定要帶妖精跟魔族 除此之外 不知道是不是吸血鬼的關係 魔族成員對敵人造成的攻擊 還會轉換成我方生命力 然後雙隊長就可以直接回到百分之百的血量 直接把血吸滿 等於說他的回血方式有很多 每回合自動回50% 以及這一個吸血 然後再來是他的主動技能 整版轉強化 以及全隊1.8倍攻 還有無視防禦力 跟你首批消除的服食 一組越多顆combo會越多 然後還有剛講的 在下一回合可以閃掉敵人的首次攻擊 而他自己還有第二招 血要滿的時候才可以發動 血會變成一滴血 而隊伍中的德古拉會有三回合的亢奮 並且在三回合內 回復力變0 無視燃燒電擊 以及德古拉攻擊力2倍 還會無視固定連擊盾跟平毒盾 我自己真的要說的話 德古拉真的蠻吃複製人的 因為他進場 德古拉就會牽跳嘛 而主要關鍵在於說 他的技能是二選一 變成我自己在玩的時候 我只有頭尾兩隻正副隊長的德古拉 我覺得技能還是有一點不夠用 自己理想中最好還是有三隻 或者是四隻德古拉會比較好 雖然這樣講有一點敏感 但是真的複製人的德古拉 在體驗上會比較好 而另外還有就是 如果你真的有複製人 你的戰友可以考慮大家看 火的魔族死人 魔族死人的倍率比德古拉還要高 你副隊長帶魔族死人的話 那個玩起來會更加的暴力 只是這樣子的限制又更高了 不過玩法還是看人個人的喜好 然後當然也同時 如果你德古拉只有一隻的話 可能還可以靠一些其他的隊員 像是火爪阿諾 可以讓隊長的攻擊力倍增 而且優化的火珠跟心珠 也都是德古拉的主要輸出手段 唯一要注意就是第二招 滿血才可以發動 面對一些特殊的敵人 他如果是CDE的話 然後你又想要破拼毒盾 破固定連擊盾 你就不可能維持滿血 這個比較要注意就是了 好 那麼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 感謝大家今天的收看 那我們下部再見囉 掰掰 別忘了 中文字幕 李宗盛 字幕 李宗盛